业者指出防疫是全国的大事 因此在接获卫生局通知之后 马上决定暂停营业两天 进行餐厅内外消毒以及清洁工作 卫生局有来电告知 有罗东的确诊者自本店消费 那么本餐厅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因此决定在今天以及明天 那么来暂停营业 暂停营业期间我们将做好 全面消毒以及清洁的工作 那么以确保来电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健康 那么我想防疫是全国的大事情 更是国人的大事情 所以基本上本餐厅一定会 全面的来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市长江中渊今天特别来到餐厅 关心消毒的情形 他表示业者坦然面对 第一时间进行消毒 是让疫情消退的主要方式 他也建议相关单位 尽速公布确诊者的足迹 让公所可以和业者来协调 处理后续工作 共同面对疫情 业者很坦然就是说已经遇到了 他就公开面对 而且需要我们资源的 需要我们协助的 他也向我们提出 这个不用回避或者 这个不用去遮掩 坦然面对我们认为 这个是能够及早让疫情来 遏制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现在在宜蘭县到底还有什么足迹 是确诊者他曾经去过的 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赶快得到 我们需要的一个消息 只要有我们会跟业者协调 会跟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协调 我们要赶快来做一个防患作业 这个才是当务之急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明天再讲一个 后天再讲一个 这样会让整体的防御作业 造成一些疏漏 所以像我们现在 包括业者他提出 连餐厅我们都进去做消毒作业 这个户外我们会在大型的群聚场所 包含我们几个热门景点的游戏区 我们就都已经在进行所有的这个消毒作业 因应严峻的疫情 市长今天也宣布 将改变15日幼儿园亲子运动会的举办方式 至于端午龙洲锦标赛 则是要看疫情发展的状况再来做决定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